Apple的粉丝要叛变了 走出去都有缝的嘛 对不对 你站在科技的前段 科技的阶段 我换个7我就代表我怕滑 没有什么突破 对 手机不是这样子的 我教你手机就是要没有button的 Nokia以前的功能 按6打给谁 你们才花了510在R&D 我expect你们什么呢 苹果是不是受了这样子的影响 不是天生非凡 是敢于非凡 最便宜啊 人民币19999 大家好我们是Z Founder Club 在过去的10个月里面呢 我和Ivan都立志打造全马来西亚 最大的微小企业平台 那目前呢我们的播放量 已经超过了200万 那接下来呢我跟Ivan都想记录 和分享更多真人真事的商业故事 也非常感恩上过我们节目的 企业家们了 如果你非常的想要上来 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 记得联系这个号码 跟我们洽谈哦 嘿大家好 欢迎回来到我们Z Founder的频道啦 本节目由Z Founder和DoSov一起联合赞助 你伤心耶我讲这句话 讲吧哦 你已经长大了 你已经长大了 可以可以来跟他们讲 可以可以 这个这一集的title我不懂 editor帮我放什么 但我想要讲 Apple粉丝要叛变了 苹果粉丝的叛变 我们的苹果粉丝就是Ivan啦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是苹果粉丝啊 我全家人啊 我全家人都是 全部人都是用Apple 你买我电脑是Apple 然后我还有ApplePod 然后我还有Coming soon 我还要买那个Apple Pro Max 还有Apple Watch 还有Apple Watch 对对对对对 看到这台手机吗 这台就是华为Mac SD Oh my god man 我跟你讲啊 那天 我也不懂发生什么事啦 那天是大概四点 四点下午啦 June讲我在 我在做这种 突然间 他就send我 他就讲 我要买这个 我就去看咯 OK有什么特别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手机 可以叠三次 然后他就跟我讲 嗯 这个只有这个可以 配得起我们了 他就讲 这个 大概15000人民币 19999人民币 19000人民币 然后我就心想 啥的Ivan 神经病他讲 我就心想说 可以叠三层吧 什么特别这样子的东西 不要为了这些Gymage而去买 结果我就发现 不是啦 他自己功能也有 也有很多 对对 可是令人疯狂的地方 或者说 为他着迷的地方 不止这些 对 最令我着迷的是 你知道吗 以前哦 我们买Apple啊 不只是因为他System 是因为什么 你走出去都有风的嘛 对不对 你站在科技的前段 科技的阶段 哎 Steve Jobs呗 那一样哦 因为你买什么 就不一样嘛 Apple的粉丝哦 相信我 绝大多数的人买Apple 并不是因为 它有极好用 纯粹是因为 很远我买的是 Apple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 Rollex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让人家觉得 你买什么 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就不香了咯 人家都讲 Apple会越出越贵 越出越贵嘛 然后华为就讲 今天我来跟人讲 什么叫做贵 首先 然后我先跟你们科普一下 在以前啊 我们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你发布手机啊 Nokia的时候 哪里有开发布会啊 呃 我今天要出Samsung 我们开发布会 没有的嘛 那发布会这些东西呢 是Steve Jobs开始的 所以接下来 全部人都是在 Coppy他做的 所以 今天Steve Jobs已经走了啦 已经来到 Tim Cook的时代 So 华为的 发布会跟 苹果的发布会呢 都是在 同一天 同一天 然后我就 OK这样啊 看谁 我是Apple的粉丝 我当然是看Apple而已 这个其实很聪明 是谁先公布那个日期 呃 我不知道耶 这个我没有去想 跟上的那个人 就很聪明 我怀疑是华为 我怀疑 我觉得你就是要 黏着他 黏着他也先 哎呀 这次身为Apple 我又很尴尬 我又不能换日期 对 我换日期就代表 你已经公布了 我换日期 我就代表 我怕华为 对耶 对我只能 引南而散 但是 我华为的话 他就很好看 因为他是跟的嘛 他就跟他讲 我现在就要跟他硬钢 我钢得上 对 所以完全不同的position 怪不得 OK这个也是一个商战的 其中一个tactic 苹果的发布会 是在9月9号发布的 当时这个发布会 持续了一个小时 就30分钟 然后他们最大卖点 是什么 加了一个button 他加了这样久 他只是为了这一个 然后他还有多一个 叫什么 自定义button 什么来 我现在终于明白 那个internet的梗了 怪不得 我那时候看到 一个女孩子 share给他爸爸 看他要买 16 Pro 然后他爸爸直接从抽屉 拿一个Nokia起来 转去旁边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button 对对对 所以他要表达的是 这个东西以前就已经有 没有什么突破 对 OK June刚给那个例子 很好 苹果手机 为什么会 化时代 就是他会 吸引人家 是因为以前我们的手机 是什么 很多button的嘛 所以Steve这回来讲 手机不是这样子的 我教你 手机就是要 没有button的 然后来到我现在 他加了button Damn 对 就直接 Damn 怎么这样子 我觉得Steve Jobs 做了0到1啦 可是前几集我们不是就分享 他可不可以做到1到10吗 看起来他只做到1到2咯 2过就很难了 我觉得 OK刚我讲 自定义button是有那个牌照的嘛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他们叫做自定义button Customize button OK 所以Customize button 就是你可以按进去 你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我相信有很多方 很多电话都已经有了的 因为很多那些好像 Samsung啊 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就是 Nokia以前的功能 按6打给谁 对对对对 我就讲这个button很熟哦 然后我记得还有其他的 那些牌子的就讲 我们早早就好像Vivo啊 他们很多就讲 早早都有了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开心 然后 OK好 fine 然后还有什么特别啊 我今天跟你们讲 他的comparison 苹果 OK iPhone呢 它是有分为16跟16 pro 13跟13 pro啦 没有什么特别的啦 结论就是价钱比较贵 然后它的function比较好 so 16呢 它的镜头就是 我的是斜的嘛 so它的镜头变直了 这个是pro pro 这是pro 然后pro直接不要改 3一啊 OK给你 哈哈哈 然后 然后那个 感觉有点敷衍了哦 对 就一点敷衍了哦 然后他们花了很少的钱 在R&D罢了 我记得Elon Musk很怪兰 Elon Musk笑话 他讲 他就结论他讲就是 你们才花了500亿在R&D 我expect你们什么呢 做了一年 就是把镜头转去左边 苹果粉丝还在那边 耶我们有更多的颜色啊 你懂吗 我看完了过我就 我本来就想 哎呀不如我就换电话哦 可是anyway 我是一个很忠实的iPhone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是一直在用这个iPhone SE2啊过后呢 我就再换成这个iPhone13 然后13过后呢 我就停止了 停止了 我基本上是每两年 我会换一次电话 然后13过后 你可以知道来到16 三年了我没有换电话 你记得吗 Ginni那时候有一集 你讲过Apple Intelligent 嗯 我们就很开心哦 哇Apple Intelligent有什么东西 结果 结果 他加进去的 我看上网有人compare 你用华为自己的AI 跟Apple Intelligent AI 还是华为的比较好 然后Samsung的也很厉害 结论就是Apple Intelligent 没有这样intelligent oh damn 哇对 这样子它开始落后了 就 就 就落后 就落后咯 然后呢 还有讲啊 还有什么改变 Battery Life比较耐 这个不是 你应该做的东西 Gin就 什么鬼 这不是本来的吗 这个本来 你就应该做 Gin我的风扇 可以吹比较久 本来就是应该比较久啊 不然买你还是不 可是呢 他真的还讲到 iPhone 16 Pro跟iPhone 16 有什么分别 iPhone 16 Pro散热比较好 你是不是很尴尬 OK 然后他一开场的时候 我们讲iPhone一开场 他播放什么video 他播放video呢 是主打残障人士的 就是你可以听那个 Apple Pro 所以他们家有一个 可以就助听器啦 结论助听器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那个广告里面呢 是有一些好像 残职的那个女孩子 他们都在这 带着Apple Pro Max 这样子的东西啊 so 他这轮主打的用户 反而变成去残障用户 这样子的感觉 so which is Apple 有很多functions 都是给残障人士 有去使用的 可是就 没有让人家觉得 有什么特别的 OK 结论也是 我花500亿的R&D 对Apple来讲 是没有很多钱吧 羞羞资 啊羞羞资 我觉得他 我自己看法啦 我觉得他失去他自己的 灵魂 灵魂 对 为什么他要 OK 首先 我不是针对任何的残疾人士 我觉得他们是应该 受到帮助的 对 只是说 为什么你会做一个广告 特别佛场景 就是在人家的眼中 别人会觉得你是做着对的东西 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 OK 黑神画悟空 当时候不是 很多人讲很厉害吗 因为他们花了 那个 花了才多少钱 才 boom 几百million 就打造出 一个这样子神级的 game 可是Sony就给人家笑了 Sony 他花了 几百亿 还是几十亿 在一个游戏 我忘记那个游戏的名字叫什么 但是里面的游戏呢 他主打什么 他主打inclusivity inclusivity inclusivity as in 里面的角色 有肥的 有矮的 有高的 为什么 因为以前人家 你玩game 里面的人都是 男的很帅 女的很漂亮 女的很漂亮 这样子 所以人家就觉得 没有inclusivity 所以呢 现在可能 可能就是 他们受了一股 一股 一股 风潮 讲说 你里面要很inclusive 所以里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参加人士 但是应该有 然后里面有 有矮的 有胖的 然后有一些 可能比较像tom boy 就是他是女的 可是他 他比较像男的 然后男的 比较像女的 这个就给人家 complaint 讲明明 明明是一个游戏 为什么你要做到这样子 另外一点 另外一个游戏 也是被人家 complaint的 就是 那个游戏是讲 关于samurai的 我没有玩过那个游戏 我也忘记 他是什么名字了 samurai明明是日本人 OK 但是里面那个角色 是一个黑人 什么鬼 他们在做什么 首先 首先 皮肤的颜色 不是我们要针对的东西 我们要问的东西是 你不能好好的 做好一款游戏吗 为什么你要把这些东西 做到这样子 这些元素卷进来 所以我觉得 苹果 我是不是受了这样子的影响 对 为什么你要去想说 我要把一个手机 设计给残疾人士用 因为我觉得 平时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啊 他们都可以这样用啊 我不知道啦 可是 如果你没有手 你把你的AI做好一点 execute一些比较basic的task 打电话 用语音 我觉得Apple 13都能做好啊 能能能 所以为什么你来到16 你要玩买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marketing gimmick 我觉得你是为了做而做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点 你只是要在别人眼中显得你是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正确好像是 就是为了表演而去表演 啊 就是比如说你要跟在一起 我要证明我很关爱这个社会 Execute Z Founder是有ESG的 嗯 ESG做了什么 没有 没有 啊对对对 就是我们有我们有 然后讲 对所以你为了launch而launch 啊 很没有意义 对很没有意义 我看完了那个发布费啊 过会哦 我就 我就看了一个网友comment 挤牙膏式的发布费 就是给你一点点 一点点 就是你已经没有了的嘛 你的牙膏已经没有了 你就是这样硬硬挤 硬硬挤出来 江郎财经啊 我就看哦 这样它最贵是多少 iPhone 16 Pro Max一个TB 最大的storage是7999 然后呢 iPhone 16 128GB 就是最便宜的话 是3999 所以这个价钱 差不多跟上一轮的话 上一轮的15的话 是差不多啦 OK 然后呢 就没有什么 就是人家就觉得 哦 你就夹一个button 然后再多夹一个自定义button OK就没有了 OK 然后呢 再有当天了 过后哦 瞬间我就看到 华为不是他过后发布吗 他发布这个非凡大使 这个他们叫他 叫非凡大使 为什么他叫非凡大使 他请了刘德华 来做那个代言人 他就讲 不是天生非凡 是敢于非凡 我就哇 哇 nice 很对耶 他这个在表达 他在表达着华为那感觉 我 我不是Steve Jobs 我也不是任何一个 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但是我很勇敢于去做出一个 我自己最大的极限 这个message就很好 因为怎样讲啊 有点周星驰的感觉在里面 哦 周星驰的那个什么 喜剧啊 那个叫什么 喜剧之王啊 喜剧之王 嗯 他里面有一个经典的 经典的句子就是 Kalefe也是演员 专业一点 有有听过 要演好自己的生命 所以也许他就是讲这个东西 对 有世界上有很多普通人 但是你不是畜生非凡 嗯 而是勇于追求非凡 对 哇 这个 很好哦 他一放了之后 我就说 诶 打入我脑里面了 然后 然后他就开始公布 其实他中间 还有公布他其他的东西 这样子啦 把华为 发布会当天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 这个Z字形 你可以看它是Z字形 他们就是分内则跟外则 所以他打开的时候 一个是 这样子往下 然后另外一个是往上 所以你打开的时候 就很像这样子看 然后呢 为什么他会吸引到我 最重点是 他刷完 他19月9月一发布完 因为Apple先发布嘛 所以全部都是Apple 然后after他发布 这个三折叠了过 我的小红书全部 even我的TikTok 现在全部都是他 中本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档次 不是一个档次 他们打架 然后他公布了价钱 首先我是因为他的价钱 所以我被吸引掉 最便宜啊 人民币 19999 最贵的话是人民币 23999 换算成马币的话 这一台电话 马币啊 大概15 15千 最便宜的话是12千 12千 12千 现在的汇率高 汇率比较高 如果我们换算成 23999 最贵的话是 15千 最贵的话 最贵的话 最便宜的话是12千 最贵的话是15千 OK 然后我 我当时心想 哎呀不就只是折几个屏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重点是我一看他们 去做很多开箱视频 因为他们已经是有那些事迹了的 就是说 Gin你是我们华为的 宗师顾客啊 粉丝还是什么啦 Beta Test 我就先给你 然后就很多博主去做Testing啊 然后他们就讲 哎呦这样贵 根本都不是给我们这种普通人玩的啦 华为明明就是中国的企业 那也可以卖这样贵的东西 我就讲是啊是啊这样贵的东西 我就去看它的预 它的叫什么 预售 Pre-order 人家做Pre-order 500万 跑得很快 500万个Unit Unit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厉害的点 然后呢 我就看到这样 折叠屏不是很早之前就有了吗 为什么三折叠 呃做不出来 原来呢 在之前呢 Samsung也是有做过 很多人讲Samsung做 可是Samsung做的是concept机 就是只是一个concept罢了 它没有办法量产 可是这一轮呢 这个华为XC 它是可以量产 没有办法scale啦 就是说我们只可以卖一两台一两台这样子 可是华为这轮它可以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 这是一个 划时代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第二个东西就是 它 额 镜头哦是霸边形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霸边形的 OK 所以它这个有什么厉害诶 霸脚型 啊是霸脚型的 是 没有什么 这是all the way哦 华为他们如果要出这种机 全部都是这样霸脚型 所以是跟iPhone是不一样的 你看它出iPhone是这样子的 pattern and then呢 它的重量呢 这一台啦 就是没有加手机 可是它是298g 很轻爆啊 很轻爆啊 然后呢 人家就很多人就讲 哎呦 你折叠起来啊 一定是很厚的 没有啊 它差不多跟16 Pro Max 是差不多一样厚的 然后它是三叠 所以它开出来的话 其实真的是很薄的一个东西 然后很多人就讲 这东西要拿来做什么 你打游戏不就这样子打就好了咯 然后我就想到什么东西吧 当初iPhone在刚刚出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讲 为什么要买这样贵的东西 电话就电话罢了吗 为什么要买这样贵的东西 然后结果每一个人用了过 就觉得嗯 iPhone比较好 然后每个人就讲 然后其实现在华为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你卖这样贵 然后很多人就讲讲讲 然后每个人都很想要 然后在外网啊就是呃就是西方国家 他们很多是不能够用华为 因为华为跟呃美国之前有发生那个东西嘛 对对对发生冲突啊 所以华为那一次起锅他就决定全部东西都是用他华为自己的系统 所以他们没有讲说哦我用你Android的 没有他完全没有 可是华为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本身没有用过华为 我是Apple的粉丝嘛 可是他们有讲说华为在马来西亚是很难用Google的 因为他已经不能了嘛被ban了嘛 然后人家就有些人又跟我讲其实是可以安装的 你还是可以用 可是你是用第三方还是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啦 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就特别想要 我就特别想要我就跟我老公讲 你不是讲我生日你要买电话给我吗 我要买这一台他就跟Gin这样 然后我讲ok这条路行不同 这样我就会跟我partner讲 Gin我觉得我们是时候换这台电话这样 他想多少钱我就讲 十九千九百九千这样谢谢你 你知道那天我怎样回复他吗 我讲你要公司买东西我买金给你更好 对对 他讲这个东西买金不就好 我不明白因为这个东西叠三次嘛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 你买金不是啊跟宝质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他在于设计上有蛮细心的 因为他就像以前的那种古代的那个 开箱饰品 不是不是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奏者 奏者 所以所以所以他有一点觉得 哇有一点元素在里面 对 然后我我我当下问回我自己啊 为什么我想要 为什么 我认真的讲我是因为他价钱 所以我想要 你buy into他的message啦 勇于非凡 对 我就想啊 Apple我等了很久 我等不到新的东西 我真的是没有等到新的 我只是因为 你有什么新的东西 哈啰 Apple粉丝在下面comment给我知道 什么新的东西 你过来加新的button 我可以打下去 他心灰意冷 我是心灰意冷 我等了很久 连我老公那天 我们特地去Digi 16 Pro出了嘛 马来西亚现在有Apple的那个store了嘛 所以我们这边是可以了的嘛 我们就去看哦 然后看了很久 我就问我老公 有什么特别的 我不懂 13换去16 电话又还没有换 我换来做嘛 就是没有那个意义 可是看了这台 我就肯定了 欸我很想要这一台 所以你懂吗 当你出去的时候 你这样子打开你的电话的时候 虽然 虽然你这样子明明就可以打电话 可是你就是硬硬要这样子打开来看 不同的不同的style 对对 你跟别人谈生意的时候 你这样让我看一下我的schedule 哇 这没有开两折那样 有一点小 Gin可以再开大点 可以啊 硬硬那样子 你没有这样子的电话吗 哇可是这个我觉得它的maintainance cost 应该会很贵啦 不便宜啦 如果你摔一摔一边烂 哦 他们出来有做很多测试你知道吗 他们华为哦 就测试它是真 简直就砰上去的 因为你要做测试 是吗 然后没有碎啦 他们用的是真的是 Ultra 那个叫什么硬的东西 就是跟Apple不一样 Apple一点点就碎掉了 给我打一下看碎嘛 可是我不懂是不是真的啊 我希望有个博主可以拿这个东西 来跟我们testing一下 我觉得 蛮interesting 蛮interesting咯 然后我就还有彻底去看 我就讲 哎哟哪里 有什么好的 不是折一折 然后我就想 这样子我到底要不要买嘛 你给我来讲啊 如果我是 我是那种 呃政府官员 或者是说我是 月入超过2万的人啊 认真来讲我会买 为什么 因为哦我觉得啦 你这样子打开的时候啊 你同个时间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是做文书的那些工作嘛 我要记录啊这些东西 其实是用这样子的东西 会比较容易记录 这个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他哦 呃讲讲呢 他有很多function 他也有自己的AI这些东西 然后他 我有看过 他可以变成一个 电脑跟tablet使用 这样子哦 然后他还有一个 还有多一个键盘 那键盘没有必要啦 我是觉得啦 看啦 如果你是喜欢 哎这样子 你要做东西的话 Keyboard ok了 我觉得 只是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我那天去看 华为的store是没有啦 因为人家外 你知道外网多少 他们自己都卖不完 对 然后你们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就 直接PM给我一个 柬埔寨的 他是中国 他是中国人来的啦 可是他是从小就在柬埔寨长大的 然后他本身是柬埔寨的一个批发商 然后我就讲 我就讲 喂 这台我想谁要去买 我想原来真的有一台电话超过一万块了的 因为其实前去年 我一开始join我老师的时候 老师就讲 当一台电话一万块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买 然后很多学生就讲他们不会买 然后我就讲我会买 然后为什么 因为这一台电话可以给我赚很多钱 你知道吗 我靠这台电话就是我来认识到你们 我来拍我第一个video 所以jin来认识我 所以你知道这台电话价值是多少吗 很多人不买是因为他们拿这台电话只是来玩罢了 可是当这台电话是可以给你去跟social media 然后来赚钱的话 就even though他今天是两万三万 你都要买 因为这个已经是compulsory的东西了 是你赚钱的工具 这个level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ok讲跑题了 然后呢我就去问我的那个朋友 我就讲 Ryan 这瓦你没有去买 他讲 Ivan 你知道吗 这一台 我计算 即使给黄牛 就是这台啊 19,999 我给你多一台 你是黄牛 我再给你五千块小费 我都买不到 他在外围就是黄牛的网站已经炒到啊 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100千人民币一台 然后很多人就讲 为什么华为不要去公布 他在发布会里面 他没有讲他用什么系统 啊 然后我们也不懂为什么 可是我有在怀疑 应该是因为他不要美国人来去炒他的东西 所以美国是完全买不到这一台的 啊 因为他们有argument过嘛 你不要给我用 这样今天我也不要给你用 啊 然后重点是很多很多美国网友啊 这不是我讲的啊 你们去上网TikTok啊 或者是抖音你们去看 很多讲 虽然我不懂还有什么用 但是我就是很想买 请求美国政府放过这个 我们都想要买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的形式上 就已经可以看到他科技上的突破 对 然后呢 我就在想啊 马来西亚会不会出欸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们都是用Google很多 那是第一 然后第二 我觉得那个消费水平 第三 我真的是觉得 Limited Limited Purchaser啦 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可以在外面订回来 啊 不需要在这里买啊 我觉得 也是对 OK So我就会在想哦 所以很多博主都讲 这个是三折叠的很厉害 然后人家看了就很喜欢 就哇 很像很需要哦 这是第一个 Social proof before after啊 发布会了后很多人拿掉 然后很多人开始去拍 拍这视频 所以这是Social proof 第一个 第二点呢就是 Liking Liking as in 就是Network effect啊 哇 欸 Jin你是做什么的啊 哦我是做这个 因为他们的对标顾客 是很明显的 你一定是月收入 应该是很贵的人哦 So 你拿着台人家 还是知道你是赚多少钱的人 啊 这第二个Liking 然后第三个 Scare City 他直接放preorder number 给你500万 然后你不懂到几时 才可以拿到手机 三颗星星吧 我还没有讲完啊 三颗星 但是哦 我觉得啦 他在那个 中国的那个什么 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商场啊 你可以用很便宜的钱去买到什么 抖音不是有拍到的 什么三星二者 CDD啊 二者手机 然后这里放几百块的 有有有 他们有人去去 去clone一个啊 是可以的啦 可是对我来讲 就我是 失去那个价值 失去那个价值嘛 OK So 如果今天华为真的出这一台 那我也很有钱的话 我真的会买 哈哈哈 我真的会脱粉耶 我觉得 可是会买两台啊 因为马来西亚还是会要用这Apple嘛 对 我觉得 可以用Google的Service 才是最为考量 所以因为 一定需要 一定需要 我们很多东西都会 up to date啦 但是你知道吗 越来越多年轻人 已经没有在用Google了 他们很喜欢用ChatGPT 所以他们用小红书 对 小红书就是一个新时代的 搜索引擎来的 嗯 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的 search engine来的 它只是换了新的 对 所以这些大公司Google也应该会为此而受到威胁 因为有ChatGPT 因为Google很多时候是用Google search在 它就是从那边起家的嘛 可是现在人已经慢慢的不用Google 就像Yahoo之前被慢慢淘汰掉的原因是一样的 这样他们可能也要转型 所以来到Apple的话也是一样 对啊 它现在面临到江郎财经的那种感觉啊 真的是风水轮流转啊 我觉得变来变去 你不能单靠一个东西 对 吃到最后 已经没有这样的年代了 我觉得已经没有这样的年代了 连Nokia也是一个证明了 对啊 我觉得连前几集 李嘉诚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 他都是要看着 未来的industry revolution 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去搞电信 对 他不会搞 好好搞他的那个码头跟VQ就好了 搞码头搞property 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这样多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是你的话 我给你们一个问题 你知道这台电话是可以帮你赚100钱的话 你会不会花一年赚100钱啊 你会不会花这个人民币19999 买这一台电话 可以啦当然 开起来都不同了 不同的风了 Waijin 硬硬要拿那个三个 这样我又不会啦 没有啦 那个佛祖人好像有 他们很多是逮楼 就是那种 那种中国的那种大公司的老板 他们一定很喜欢的 你拿什么电话Apple 我今天拿这个 就不一样了嘛 他讲我打掉了很不好意思 我会打开三个折这样子 折掉自己了 该做他的脸了 对对 What the 然后瞬间 因为这样子的烧操作 就让iPhone 16 变得一点都不香了 对对对 我觉得 看iPhone可以做不 我觉得他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点 很尴尬哦 他操吧 人家又会觉得你没有自己的味道 对就是 你操 他不操吧 他又显示他落后很远 就是这样 所以看他怎样可以重操他自己的position 是 好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们的节目小伙伴 那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 我们下期再见